大量冰雹从天而降 犹如强陵弹雨 一旁牛只也在找地方堕舱 美国南部再传出极端天气现象 当地时间27日 罕见巨大冰雹显身德州 民众纷纷走弊 不过特殊景象也让不少人相当兴奋 德州各地一天内就接获60多起冰雹通报 虽没有传出严重灾情 但许多车辆也被打得相当凄惨 不敌冰雹袭击 不只挡风玻璃被打裂 车身更是多处损伤 而在东边佛州也上演类似景象 佛州中部除了下冰雹 更伴随每小时100公里狂风 居民窗外一片白茫茫 许多人庭院成了一片狼藉 更有民众表示 在佛州驻二三十年没碰过这种事 气象单位预估风暴系统将持续往东移动 而在德州拍到牛奔的民众 事后也表示牛奔人一切安好 希望人人都能平安度过 天安台应该的 Paulo D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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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